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实上市长上任以来对这些整个的都非常的投入跟努力 虽然基隆市在北北基陶的共同生活圈里面 对印指标来讲 基隆市是处于比较不利的 那但是我们在其他的部分我们是非常努力的 所以连续两年的得奖 那在这一方面当然我们也希望 藉由这一边我们基隆美丽的山 海 港的这个特色 然后去发挥把我们城市建设成一个健康 安全 宜居 然后能够以国际永续城市接轨 依据联合国SDGS17项永续发展目标为基础 并与调查机构合作 以客观公正数据 指标及民调结果 综合评比全国六都与十五县市 在永续治理及具体施政的成效表现 主办单位认为 今年各县市政府在各项指标数字表现 都有很大的进步 包括桃园市长郑文燦 屏东县长潘蒙安 嘉义县长翁张良 嘉义市长黄敏惠等 都亲自出席领奖 并与其他县市分享治理经验 主办单位期盼透过永续城市SDGS大调查 让21县市相互参考交流 整合彼此优势 推动经济共农 社会共好 环境共美的永续愿景 记者张旗腾 台北报道 根据统计 金融市屋龄平均达33年 因此金融市议员郑文婷 在质询的时候就特别关心 金融市都根进度 同时建议要加快修订 金融法令 以鼓励建商前来投资 都发处表示 明年将成立公办都根专案办公室 用小区针灸法的方式逐步推动 让都市更新 不只是建筑改建 而是让地方再生活化 金融市议员郑文婷先播出 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提出 将设立都根特工队的做法 认为可以作为基隆的借禁 曾召开都根座谈会的 曾文婷建议金融市政府加速相关法令修订 以提高建商到基隆投资都根案的意愿 之前也有举办过都根的一个讲座 我们也邀请在台北市他们从事都根 甚至围绕成功的这些建商来说明 其实他们提到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其实基隆的这一个法令的部分 还来不及跟上中央的一个法令 也就是说在法令的征修上面 必须要加快脚步 让建商他赶进来基隆投资 除了房价这个问题之外 我想他们认为这个法令的这个不明确 造成他们却步 这个也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原因 那这边提供给处长做参考 基隆市政府都市办处长徐燕新表示 目前基隆市共有8件都根案 15件围绕案 接下来计划明年成立公办都根专案办公室 用小区针灸法方式逐步推动 怎么样跟重要一定要合作 所以我们希望这样子 所以今年有争取112年在都根基建预算 也开始我们要做一个公办都根的 这样子的专案办公室 持续去协助很多的土地 例如邮局在新二停车场旁边的土地 例如未来在中正区还有一些土地 甚至我们未来在盘整这个捷运沿线之后 有大别的公有土地 或是国营事业的土地 我们都可以主动出集 然后去做整合的美和 金融市长宁耀昌泽进一步认为 应该做战略性更新地区规划 并透过重大建设的引路 有成效的解决都市计划问题 依据整个城市发展的一个策略 还有在这个阶段所已经达成的 这个阶段性的一个状况 然后去做一些战略性的 这个更新地区的一个规划 那另外再搭配我们现在的一些重大的建设的引路 以及这个现在都发处已经在做的 这个农机的策略移出跟移入的地方 那我们才能够把过去所累积下来的 这些都市计划的问题 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 把它同步的做一些解决 另外这问题也关切仁爱区 邻里公园不足的问题 并因应区公所经费不足 呼吁公园管理市权应该予以整合 郑文庭强调整合的好处 有助于市权统一 美化市农及促进观光 呼吁金融市政府妥善思考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 而对于金融市议会副议长林沛祥 踢爆市府隐瞒 对安乐区通勤族非常重要的资讯 就是首都客运9026 11月1号将由符合客运接手经营 交通处长苏先知回应表示 副议长误解了 是否还没有收到正式定案的讯息 机动市议会副议长林沛祥踢爆 对于安乐区通勤族到台北南港 非常重要的首都客运9026 11月1号将改由符合客运接手经营 而且将更改路线 由一高下细止增加四个停靠站 市政府主管单位交通处长苏先知 回应表示副议长林沛祥误会了 市政府交通处一直努力关注持续反应 还没有收到正式的定案通知 我想分两个部分 这个副议长可能有点误解 那8月的这个会刊的部分 基本上是监理站 针对于这个国道路线 这个设站点的部分 那他会请教地方政府 这个设站点的位置是否适当 那纯粹只是设站点的这个处理 那所以我们大概区工所 还有交通处这边 大概都有配合出息 那至于说这个路线的部分 它的班次或者是运营有所影响的 这个部分我们都有持续跟监理单位 跟公务总局做反应 那之前也有反应过 那之后也有再持续的这个反应 我想这个国道客运的这个服务 我们希望还是能尽量符合 民众的一个需求 一个部分我们目前还没有接到 所谓的这个什么 客运营运的这个时间点的问题 那据我了解 它这个部分 它还是属于在筹备的这个阶段 那过去我们知道的时候 基本上这一个业者的营运计划 基本上它已经经过公务总局的 这个审议委员会审议通过 据取他们来进一步的这个筹备 那相关的部分是不是属于 所谓的接死或者是替死 我想这个目前我们有持续的反应 那公务总局这边也在协调 相关的业者来协助做处理 都还没有完全确定的 目前还没有接到这方面的一个讯息 而在议事厅主持议员总质询的副议长林佩祥 这表示轮到他个人总质询时 会一并问清楚 让众多9026通勤族确实了解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安乐区热利二街上周发生的土石滑落 虽然已经清理完抢通了 但山壁边坡上还是有几棵大树的树根 裸露在墙上 金融市议员林佩祥 秦真 郑凯玲 紧急办理会刊 建议区公所公务出 先进行树木移除 另外针对照明设备不足的部分 将研议设置新的路灯 发生土石滑落的山壁 已经清理完毕 但担心再发生意外 下方没有人再敢停车 山壁的边坡属于私人土地 一旁是有警告标示 注意落实 上周发生土石滑动之后 这区居民就发现 山壁上还有三棵大树 树根抓着山壁 安全有疑虑 我们这边看到还是有一棵 应该是榕树 现在整个是盘在这个山壁上面 可是我们现在也很明显的 看得到说山壁 其实经过昨天的大雨之后 这边山壁还是湿的 所以假设再一次大雨的时候 随时这整棵树会滑动下来 早期的自然形成的一些路树 那因为这里有外来的这些 鸟等等的这些种子 掉下来之后 经过一二十年来长大之后 那因为它并不是种植在 这个土娘里面 它是根据边坡整个的话 生长而成的 那这一次的话不是只有这一棵 那也邀请到相关单位 一起来协助 这个地方来勘察一下 到底有多少是这样的路数 可能在后续还会有 可能会有危险的 及时危险的发生 所以就请着相关单位 能是否尽快的来协助 热力二阶的三壁边坡 二度发生土石滑落意外 旧游市副议长林佩祥 议员秦真 郑凯玲 邀及的市政府公务处 区公所到场会刊 发现树木的根部太浅 建议市政府先进行移除 在这边要求市政府 跟区公所 把这些仍然有 公共安全疑虑的路数 尽快把它清除掉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 有些的根部 已经落落在外面 其实如果一大雨来的时候 马上这些路 就会滑落到路上 马上这些树 就会滑落到路上 造成公共的危险 甚至达到路人 这样实在是非常的不安全 已经连续了三次了 所以说这整个山坡的 这个寒土的问题 公共安全问题 祝福大家非常的紧张 那因为这时候 我们今天看到现场 它除了岩壁以外 它表存土的非常的浅 然后再经过下雨的 那个润湿的一个含水量 假如多的话 饱满的时候 容易把表存土的 这些树的一个冲刷下来 所以说因为树的一个膨胀 以它的成长 让它有它的重量 加上水的一个含水量 充足的话 那个喷着力就差 所以是容易滑落 所以在此我们希望今天 我们公务单位来看 把整个这个区域的山壁 做一个彻底的大地计刺来看查一下 到底在公共安全上会不会有其他所谓的 后期的公共安全问题 也希望说有关单位可以全面来审视 这一片山坡所有的路数的问题 是要怎么处理 然后有危害到安全问题的时候 请尽速先解决 到场会刊的公务处查看 确认山坡壁并不是顺向坡 针对安全有疑虑的树木将进行移除 有关这个路段照明设备不足 将在演艺新色路灯 初步看那个应该不是顺向坡 因为顺向坡大概 那个颜面不会这么垂直 对啊 大概它会有一个坡度 那看到也没有比较明显的那个层面 应该不是顺向坡 所以这些树应该都是后来才再长上去的 所以那个根都根系都蛮浅的 所以那个礼拜天那天才说 遇到下雨的话 那个树就滑下来 那目前是看到还有几根 大概两根也是同样的浅根 那另外还有一些是有些比较倾斜的 那大概都是因为根系的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公共所这边就赶快来 派工来进行那个清理这样 这个路灯的部分的话 在专管理前里长的这一个任内之类 包括在我之前在当第一届的这个里长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在提出这样的一个社区 只要是由一千多户到现在两三千户 照明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这一次的抢灾的时候 也发现到因为没有照明 在抢救的过程当中发生很多的困难 也希望相关单位能够正视 这两三千户的这个住户 能够有一盏这个明亮的灯 让大家有一个安全回家的路 这条道路现在是完全都没有路灯的状况下 像那天救灾的时候 甚至还是用工程车的工程灯 来在客难的这样子救灾 所以希望说相关单位能够在这条路上 虽然是私人道路 但是已经公共通行使用二十年以上的道路 能够加展两展三展的路灯 让我们这边的里民回来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安全明亮的一个道路 上次在救灾的时候因为没有路灯 所以导致说我们救灾的工程非常不方便 要抢通路段花了比较久的时间 所以佩祥在这边会做出临时提案 跟秦义座 卡丽义座 跟我们其他市议会同仁一起 做出临时提案 然后希望市政府在这边 用消防法规的方式来去增设这边的路灯 好在这次土石 树木崩落 只有车辆受损 没有人受伤 由于山壁边坡 属于私人土地 现场设有警告标示 提醒民众注意车辆和自身安全 记者 黄绍铭 基隆报导 全市第一座邻里参与式儿童游戏场公园 暖定游戏场 在暖暖区暖定桥下正式启用了 透过政府和民众共同参与设计 希望更符合大小朋友休闲玩乐的需求 小朋友在斜坡隧道间穿梭 好不快乐 还有旋转功能的大转盘设施 也让小朋友玩得很开心 这里是暖定游戏场 全市第一座参与式儿童游戏场公园 耗资200多万元整件 在暖暖区暖定桥下正式启用 透过政府和民众亲子以及明代 大家共同参与设计出来 希望更符合大小朋友休闲游玩的需求 区公所邀请我们当地社区的许多亲子 还有团体 共同是来参与来讨论 怎么样设计出一个最符合亲子 来使用的一个游戏空间 那经过议员跟里长的建议 游民认出来拨金贝 花了一些金贝 把这个地方重新整理 也设计出12组符合民众所需求的游戏器材 可以利用这样的地形地貌 那未来说看本市如果其他区域有这样的地形地貌 我们也希望说可以来广设这种桥下的游戏场 利用自然的遮雨的设施 让这个风雨游戏场可以更多 那民众来前玩不会受到这个因素的影响 因为我们基隆本身爱下雨 如果只要能够克服这一点 相信我们的游戏场也会是很多民众 爸爸妈妈愿意带小朋友来玩的一个游戏场 这个公园是我们从去年的1月6号开始推动第一场工作坊 我们总共经历了10次的会议 然后以及三场的这个亲子共作的工作坊 我们才有机会把这个公园给行硕出来 而且过程中预算其实一度不足 然后在我们极力的争取之下 总算是可以让这个活动和让这个公园有机会可以形成 原本这块桥下空地没有经过整理 成为附近居民争相停车的地点 但时有纷争 因此在暖暖区公所出面邀请三位暖暖区市议员 以及地内里长和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等人 共同协调 终于促成这件参与市游戏场公园的计划 把荒芜的桥下空地活化成最有意义的使用 这里闲置空间是停车的空间 但是因为阴暗 而且停车场容易引致的纠纷 所以说区公所在跟三位暖暖区的议员 还有我们林锦隆里长 林家康会长等等 还有花园协会理事长 我们一起配合经过五次的工作坊 讨论出来所研议设计的参与市的游戏场设置 这个在区公共来讲 其实在金融地区来讲 我们是第一个 共同来促进来协助做这个完成今天这个问题 尤其特别感谢王景之林敏昕 他们预言的这个协助谢谢大家 大人们还在为启用典礼致辞时 小朋友已经迫不及待拿着球摆出投篮pose 玩投篮游戏 似乎也在告诉大人们 谁能够争取孩子们的幸福 谁就能够获得孩子爸妈的支持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此云寺钥匙佛店历经两年策划开光启用 钥匙佛大殿内设有神佛尊相 壁堵 目科解王的辉红庄严 不少信徒专程前来点钥匙佛灯 祈求身体健康 消灾严寿 欢迎民众来此云寺钥匙佛店参拜 感受法喜 民国九十七年才开始启用的 此云寺大碑店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碑店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武党籍金融市长参选人黄西贤 针对少子化的危机 认为有为的市政府 应该要更加照顾国中国小的学童 因此经过团队仔细计算 金融市的财政状况 力推可以做得到的 全市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 及照顾弱势和长假午餐补助等政策 他要用真实有用的证件 来照顾未来国家的主人翁 928教师节 无党籍基隆市长参选人黄西贤 问候全市老师的辛苦 也祝福教师节快乐 并且提出 学校午餐秘书改由专案约聘人员负责 让老师回归专责教学行政减压 也可以安心用餐的小确信证件 更重要的是黄西贤认为 投资未来才有未来 看见少子化的危机 认为有为的市政府 现阶段应该更加照顾好 国中国小学童 因此经过团队仔细计算 金融市的财政状况 力推可以做得到的 全市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政策证件 市政府对于国中国小分别补助每餐 每个月是300到200不等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 我们经过核算家长的支出 大约在9400万左右 也就是说不到1亿元的额度 如果市政府能够来帮忙 比照其他九线市的运作 来减轻我们家长的负担 那对于我们现在的学生来讲 身体健康 这个餐的素质 包括我们所希望的是 这个午餐能够五星级化 然后对于这个美餐 能够提高它的 每周有一个牛奶 或是这个有机蔬菜 有机穀物 当然要避免这个 莱克多巴胺猪肉 黄熙贤进一步指出 到今年5月底为止 全市国小及国中学生 总共大约2万1千多人来计算 市政府教育处一年只要再负担 大约9400多万元 就可以支持免费营养午餐政策 照顾孩子也减轻家长负担 目前全台湾已经有9个县市在推行 另外黄熙贤也提出 照顾弱势学生 以及长假午餐补助的政策证件 放假期间 这三个月 约三个月期间 我们也希望能够照顾到 清寒的学生 我们也推出了 学生数位卡 到时候可以给点数 比照类似台北市 学生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自己去采购 餐点 来补充营养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 我们经过细算 就发现说 这个 有教育基金 有市政府的补助 所以议会来讲 这个市政来讲 财政纪律上来讲 应该都是符合 在这个 可以容许的范围内 9000多万 所以我们希望 能够照顾这些学生 对于这个学生 我们是投资现在 我们才会有未来 比起一些像是天边彩霞一样 讲起来很动听 却做不到的政见 黄熙贤认为 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的政策 更加真实有用 照顾好未来 国家社会的主人翁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为了要服务 照顾美医区的长者 及生长朋友们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主导 为由伊甸基金会 经营管理的 仁爱辅具便利店 在仁爱区华尔街3号 正式开幕启用 随着老年化的来临 为了服务 照顾美医区的长者 以及生长朋友们 由基隆市政府社会处主导 为由伊甸基金会 经营管理 为在仁爱区华尔街3号的 仁爱辅具便利站 正式开幕启用 完成市政府规划 在各区都有定点辅具服务的计划 基隆市坦白讲 这个老的比较快 老的比较快 那如果再加上我们身脏 大概是领身脏证明 大概两万一千人 如果我们把这个老人人口 跟身脏的人口加起来的话 大概我们的人口比 大概在我们全基隆市 大概将近百分之二十五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是说 大概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 这个因为老 或者因为这个身心障碍 失能的关系 他需要辅具的一个支持 是我们最后一礼路 等于说我们七区的一个布点 全部完成 全部完成 那我们仁爱区 是我们的一个最后一礼路 我们把它布点完之后 等于是大功告成 中心这里可以提供辅具之外 那伊甸基金会 目前在基隆区 也有办理非常多的 身心障碍的服务 或是老人的服务 那所以进来到辅具支援中心 除了辅具之外 我们还有其他的服务 也可以一并提供 由于仁爱区要设置 辅具便利站的地点 并不太好找 因此最后社会处选择 在华二街三号 用租房子的方式 成立仁爱辅具便利站 也获得议员的认同 我们仁爱区是全基隆市 老年人口比例最高的一个区 那我们有达到22% 其实基隆市超过全台湾的平均 那仁爱区又超过全市的平均 所以对我们仁爱区来说 我们在提供我们辅具的服务 是非常有这个必要性 然后加上我们这里是属于 失求无理 失求无理的老年人口比例 也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在座的这些里长 这个都非常的用心 在服务我们在地的 这些长辈 银发族 那我们一直非常希望 基隆市可以成为 友善温暖的银发城市 也有议员认为未来市议员选举 可以增列 身杖保障名额 让身杖朋友成为议员 相信可以为身杖朋友们 争取更多符合身杖 以及行动不变 长者的服务和福利 毕竟仁爱这个便利战太小 真的太小 我想我们未来会找一个 比较适当比较大的地点 我想我们跟同意员 我们会共同来努力 希望说未来真正能够提供 我们所有身杖人士 能够很方便的 能够比较大的这个 普及中心 能够让大家来接用 那我最大的希望是说 我们未来 像不敢是哪一个政党执政 希望真正能够来重视 我们身杖朋友 所以我未来我希望说 我们身杖朋友 有这个你可以比照 库宁 可以比照原住民 在县市议会的名义代表 有所谓的保障名额 来真正的能够落实 来帮助我们身杖朋友 仁爱辅具便利战的开幕启用 也完成了基隆市辅具资源服务 据点计划的最后一块拼图 有需要的民众都可以来这里 租借辅具或是辅具咨询服务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下期 我们下期 很像我们上下期 我们下期 我们下期 见 Woah 我们下期 这ские粉 这个 gesture 我们下期 着急比赛 不能這樣 那就換中家寬屏吧 怎麼這樣 網速只能這樣囉 不能這樣 那就快換中家寬屏吧 中家寬屏 國際認證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 暢快有感 EG只要999 再送數位頻道免費看 現在就辦中家寬屏 中家寬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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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寬屏